陶姆风炸 晋朝的陶侃年轻时 担任了管理河道及渔业的小官 有一年 他托官府里的差役 把一坛烟鱼送给母亲 陶侃的母亲将送来的烟鱼封好 交还给差役 并写了一封回信责备陶侃 信中写道 你身为官吏本应公正连结 却用官府的东西作为礼品赠送给我 你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是增添我的忧虑 陶姆是历史上著名伟大的母亲 陶侃处事不周 他教导她 物虽小也不值钱 但一样不可假公济私 事事要有所警惕 才能奉公守法 为政清廉 陶侃深深记住了母亲的教导 从此情政未民 两袖清风 成为晋朝著名的清官 向陶希尔